一部好的作品播出之后,两位主演都会陷入争议,如果售后的服务能够让网友们都满意,大家或许还能够少一些争议,但是如果售后的服务很敷衍,大家也就会对作品带上滤镜 今年热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《你是我的荣耀》,这部剧是由杨阳和迪丽热巴合作主演的,二人虽然说第一次合作,但是整部剧却成为了暑期档的爆款 甚至一直现在,还有粉丝们都很期待两位主演之间能够擦出一些火花,但是也有一些粉丝会很介意捆绑CP式宣传 近期因为粉丝们又开始胡闹,杨阳和迪丽热巴的粉丝后援会再次下场发布声明,呼吁理智追星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可以说是非常合格的一部小说翻拍剧 甚至很多书粉看过之后都觉得很激动,尤其是片方对于专业知识和还原度方面做得都非常好,因此也非常圈粉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两位主演的合作很默契,而且两位主演不仅演技都全程在线,颜值也非常高 大家都觉得两位主演的合作已经是偶像剧的颜值天花板级别了 作品热播之后,网友们都觉得很开心,因为二人的CP感很强,加上剧中两位主演的成年是爱情,让大家也都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 一般情况下有热度就会有争议,其实这部剧关于很多细节方面真的处理得非常好 为了防止粉丝们之间会有争执,片方并没有专门设置翻位排序,而是强调了排名是按照姓氏和翻位无关 因此在作品播出前期和正式播出的时候都很平静,最后整体的收视效果也都非常好,但是如今却因为一些事情引发网友热议 杨阳和迪丽热巴都是单身的演员,所以合作之后很多CP粉都希望二人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,但是对于维粉来说,还是希望自己的偶像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粉丝之间的争执往往会越来越严重,但其实这样的行为对于艺人来说是不好的,尤其是现阶段正处于清朗行动,不论是艺人还是粉丝都应该谨言慎行 其实这样类似的问题曾发生过很多次,包括之前宣布二大赵丽颖和王一博,白露和罗云熙,粉丝们都曾因为反对而引起争执 之前因为粉丝过激的言行,赵丽颖方还被禁言,最后还是赵丽颖本人出面澄清,整个事情造成的形象也非常不好 其实也能够理解事业粉会更加关注艺人的事业合作问题,但是作为粉丝还是应该更加尊重艺人的决定和选择,也应该和艺人的具体安排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一次杨阳和迪丽热巴已经是第二次下场声明了,如果之后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,之后就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 艺人之间能够有机会合作是一种缘分,多方都在共同努力,希望能够让大家合作得更加愉快,粉丝们也应该更加努力,不能让其他人的辛苦白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